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炭灘韭菜那現在時間下午的4點43分 今天比較晚錄一點 也比較早,比較晚去弄一些資料 對,那今天有一個 應該也不算重大發現 不過就是我自己個人小小的預測 對,不過 就是從每天復盤 然後去發現一個小東西 對,那我應該要把它放在標題 放在那個封面上面一個重大發現 那這個發現究竟會不會真的符合我所講的 這個東西 這個預測的行情就不一定 OK,那因為我們的 今天問的個股就比較多一點 所以說我們要挪到第二部 那第二部影片 現在這個時間,然後 應該是 明天才會發啦 明天才會錄製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來講今天的整體的大版吧 我們直接來講 比較快一點 好,那我們今天會比較 著重在我發現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會比較偏技術結構 然後用技術結構呢 搭配著 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去做一個 算是一個預測啦 好,不知道準不準 好,我們就一起看下去 那今天是3月22號 他就看我們 在此時此刻講的東西 會不會真的是 之後會發生的事情 好,來看一下吧 就來看指數 那我們就伴隨著 這邊的部分一起來看 那一樣 這個東西會比較偏 可能那麼困難 那你可能聽著覺得 是嗎? 是這樣子嗎? 等到這個 報紙的一個感覺 但是如果說你從 幾個月以來 都有看我節目的人 你大概是 多多少少能夠聽得懂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OK 那這個是電子指數 對,那在過往的時候 我 自己在 這邊這個區塊 後面拉上來之後 我就有去發現說 我們的電子指數 好像真的都會 去守住 是電子指數 而不是半導體指數 半導體指數 基本上它的形狀就是台積電 非常非常難分析 對,因為 電子指數裡面包含的 一些成分股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可以看到 產業 這邊就有 電腦底周邊設備 電子零組件 然後呢還有電子通路 資訊服務 網通 其他電子 光電 然後就是最後的半導體 它 涵蓋的範圍 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說 可以發現說大盤 加權指數跌破 但是 電子指數只要撐住 之前的跳空的缺口支撐 它後面都能夠漲一波 我們這邊已經見識到了 再來就是今年 如果說你持續看我節目 你在 1月初 我們那邊就有 持續看我節目 可以發現說那時候我是說 大家可能都會講說 這個回檔就是買點 但是我們有一個 比較一個 比較確實的一個證據 或者說比較確實的一個支撐就是 這個地方 沒有跌破 電子指數 OK 那我們直接拉拉拉拉拉回來看 今天突破了 但是 Butter 誰沒突破 誰沒有突破 我們昨天其實有講到 誰沒有突破 就是我們的這一個 台積電 台積電呢 就沒有突破 對那沒有突破當然 那它就沒有突破啊 有什麼東西嗎 那因為 購王呢 每一次都有突破 所以就想說它這一次 台積電不突破 那電子指數突破 那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講的東西 就是說 預示著 台積電有可能會 橫盤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是 不是壓在20000點以內 然後做一個盤整 而是已經 噴出去的 那噴出去之後呢 然後 伴隨著台積電在這邊橫盤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 在上方 陣營震呢 往下跌呢 還是說 陣營震之後 往上去走 那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OK就是電子指數它突破了 OK它當然也有可能在下周又 假突破嘛 這有可能發生 那當然 它發生假突破的時候 對於我們的台灣股市 我相信一定會非常非常的 慘 因為我們以前過往就看到它 結構就是長得那麼美麗那麼漂亮 那所以說它如果真的做一個假突破 那 它可能就會伴隨著 其他的個股一起往下崩點 那當然不是這種熱線 但是我們人還是要往 好的方向去看 那我剛剛稍微去看一下 2021年 其實2021年是什麼時候呢 大家可以稍微遠一點來看 這個是蠻久之前的 2021年的時候 其實台積電也有在這邊做一個 一個超級拉抬 整天守著如意均線拉抬 那最後來個大崩點 崩點上去之後 它又有上去 做一個頭部 就是說它原先在這裡有一個頭部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稍微去對應一下 在這個2月26號過後 那發生什麼事情 台積電基本上在這邊處在了橫盤 那這一根 這個區塊下殺 這個就不用看了 因為這個就是剛好那時候疫情進來 理論上它是長期在這邊做橫盤 那 台積電呢 橫盤的時間從2021年2月底呢 一路橫盤到 這個大概8月 然後我就稍微看一下數據啦 稍微看一下數據 其實 大部分其他類的指數 他們是 有一個 就是不知道 一直說好的 不只只有 我大部分是比較聚焦在電子的 那大致上所有的個股都是 差不多2月底的時候 台積電就 已經崩跌下去了 代表說它對於指數的控制 已經沒有到那麼大的影響 但是呢 可以發現 差不多到 5月初 就從2月底到5月初 整整大概兩個月時間 就是3月4月嘛 3月到4月的整整個月呢 都是這個其他的個股在上漲 那台積電就可能在這個地方 就其他指數啦 講真的是 這是其他指數 的部分 OK 那再來呢 我下面有一張 對應的對表 就是說 1月19號 2月15號 3月4號 然後再加上 今天嘛 應該算是昨天啦 因為昨天是突破2萬點 那台積電其實昨天就壓制住了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1月19 2月15 3月4號 這3天 大家看一下 1月19 跳空開高 那我們先看台積電 那跳上去 這邊就是 形成一個 震盪橫盤 OK 再來呢 2月15 2月15是什麼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 開村第一盤嘛 OK 跳空開高 再來呢 這個 3月4號 3月4號 也要跳空上去 OK 那我是沒有把3月7號 納進去 因為這邊只有 3根 K棒 所以說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這3天 那對應一下 這3天的部分 我們就來對應的是 我們的 這一個 有點難切喔 加權指數啦 我們對應我們的加權指數 OK來看一下喔 那加權指數呢 在哪一天呢 然後 1月19號 在這一天 那台積電是 已經跳空開高了 所以說 整個指數都被 台積電給拉台上去 這是沒什麼問題的 這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台積電本來他就強勢嘛 1月19號 然後拉上去 再來看一下 2月15號 他也跳空上去 然後這個地方 形成了一個 反省區 所以 到這邊為止 台積電都還在拉嘛 從這一刻開始 然後到這個地方 再來呢 講了3月4號 也是拉上去 然後剛剛說 不想講3月7號 但是呢 但是 昨天突破了嘛 昨天突破那理論上 台積電應該來一根才對呀 但是他沒有嘛 台積電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是在 這個地方 壓制住了 就他昨天其實並沒有 貢獻太多 26 26塊算是多啦 但理論上他應該要去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突破 過前高之一 但他有可能啦 我在想啊 他其實會不會其實前高在這地方 但是 這邊有發生這件事情 但是 他的對應起來就有點怪怪 就是說他沒有一個 更高 更高價的一個突破 所以我 目前 就看起來 加上今天 然後來 今天的高點來測試 左邊這一根的一個情況來看 我覺得台積電是 並沒有去突破的 OK 那反而是 可能啊 就是說我們講其他的 網通 然後 光電 光電是大力光 然後群 群創跟友達的那一塊 那可能那一塊比較沒有人 比較沒有人在care 那AI AI今天的貢獻的 貢獻的這一個有沒有多 我認為算是蠻多的啦 雖然說 最後被打得去 音樂打是 6 然後呢 微影碼 3.9 廣達3.7 技嘉2.5 偽創2.3 然後加上我們之前講的 電子零組件 這是PCB那一塊 金箱電2.3 然後呢 這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加折 1.6 對 就是說 會不會啦 就是我們伴隨著 剛剛講的 這個電子指數的微微的突破 加上台積可能橫盤 那 其他 又過了2萬點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2萬點這個地方 再持續往上 往上撞的話 那是不是他 就會給 其他的 這些 就是包含在電子指數裡面的人 讓出這個空間 那我之前講嘛 我說 比較有可能的 比較的可以帶動的 就是這些 因為我剛剛講起來 就在排名的前幾名嘛 前可能10名就有這些 那包含可能電子零組件 因為他們 就是說PCB這一塊 跟AR這一塊 又比較去相近 不過 對啦 電子零組件還有一個大哥啦 他的大哥就是台達電啦 台達電今天17.4 然後裡面還有包含的是 其他電子 紅海 這個人台達電跟紅海 會繼續往上飆 然後 帶領我們指數 那目前台積電的部分 如果說你現在目前呢 有在觀察的話 就一起觀察吧 有可能就真的被壓在這個區塊 然後變成說是其他的去找 那 今天呢 我們的 AI指數呢 仍然被壓制住 早上這地方有突破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又 有點刻意啦 大家看出來應該有點刻意 又把他給壓下來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到底 到底是什麼影響 難道是 這個我們昨天的升息去影響嗎 就決定不要去拉嗎 還是什麼意思 我不曉得 反正 阻力就是 今天原先讓他突破 但另外一個阻力 啪啪 不賞眼 是不讓你今天突破的那種感覺 而反而是 讓這一個 我們今天全職 貢獻比較大的 就是電子零組件的頭頭 我們看一下電子零組件 電子零組件在這裡嘛 我持續往上不要創歷史性高 這個就是 台達電 基本上這根基本上台達電貢獻 當然還有那個 金像電 還有呢 其他電子也是在歷史性高 這個地方 所以這兩個組群 或者說這兩檔 這兩檔 可能會持續噴 那可能噴到他們要真的在中間 像是比如說紅海嘛 紅海可能開始要休息的時候 Maybe 才會 換上AI去 上場 的那種感覺 我不曉得 但是 就是 我覺得這間電子指數的一個突破 然後讓我有這樣的一個靈感 那樣的靈感 OK 那一樣我們就看下去吧 那大致上就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 還蠻重要的啦 然後就是跟大家分享 對他另外一個族群就是 我們在 上週有講 然後在這週有講 說這個金龍嘛 真的是壓力吧 真的是壓力吧 1825真的是壓力吧 不是說1826這個地方 真的是壓力吧 他的格局跟這個AI指數一模一樣 我就說 他 因為我們就說AI指數跟金龍指數他們 以前是最大檔 但是現在呢 台大電基本上是用力的啊 現在好像6%吧 然後紅海基本上沿著無視群圈一直往上暴衝 所以 會不會是兩個休息的時候才有機會輪到AI 然後或者這是金龍保險 往上走 但是金龍保險已經走一大段了啦 所以 Maybe是AI 這樣子 當然這個 純屬猜測 對那之前有講 你要提前佈局 OK嘛 提前佈局你有機會可能 Maybe是有機會抓到神打嘛 對那提前佈局 Maybe你有機會抓到營業打嘛 之前在 節目裡大概有稍微去講過 就因為就是這一波裡面來說 偽創跟廣達是並沒有長太多 那圍影是找到飛貼 然後向下做 一個盤整整理 OK那我們就回來看吧 我們原本想要講指數 不過有點複雜啦 我就不講 那但是呢 像剛剛講的網通啦 網通指數 稍微看一下 網通指數其實是有機會 不過這網通指數基本上都是三檔的形狀 這個中華電信 然後台灣大哥大跟這個遠傳的一個形狀 因為他們佔的柿子很大 那他今天已經快又要來突破了 快要來 就是跟AI指數有點 雷同 但還沒突破 就是你現在的市值 第一名 也就是我們的中華電 那中華電目前看起來是 微微的突破了 微微的突破 當然他每天漲很少 很少 不過如果是以前的存果人 或許會比較開心一點 那再來呢 就是台灣大哥大嘛 那 他的格局 我覺得 目前壓在這裡啊 但他還是很想就會被壓在這個地方 101 這個區塊 不過 就看嘛 就是我覺得可能會 把資金易刪出去 但 最主要我還是會比較聚焦在 AI吧 就是我覺得比較有機會拉他 就是等 塔達電跟這個紅海 休息 沒筆設 如果說指數沒有在跌破 做一個假突破跌破兩萬點 不是這個劇本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剛剛我講的劇本 只是 台積鍵 橫盤 然後甚至有點下跌 但是呢 讓出空間讓其他 再往上衝 這樣子 OK那我們就 講了一大段時間 因為這是我今天想要組講的東西 沒關係我們就要來看 目前的一些指數我覺得 不太重要啦 就稍微看一下 就是目前我先觀察 我們切成有夜盤 目前看的格局是這樣子 目前看的格局是 這個大概20 260 這個地方 然後跟低點 20 120 那這個地方如果說 往下去跌破 這個地方的話 那他如果像是要抓一波跌幅滿足的話 剛好到兩萬點 然後做一下支撐測試 那我不曉得 因為 這一波如果說台積電不幫忙的話 那 掉下來的機會也是蠻大的 掉下來的機會是蠻大 因為今天基本上就是 就是剛剛講嘛 靠這兩個再撐嘛 台大電跟那個洪海再撐 對那當然台積電也有啦 不過才漲一塊錢 真的是很少 他再漲個兩三塊就突破了 但他硬要壓壓那邊 那 不曉得到底是 要 這個走勢到底要怎麼走啦 OK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一樣我們就看一下 櫃買指數啦 今天仍然沒辦法站上去 當然我們剛剛很開心 又要再把大家的 抓抓抓抓回來 抓回來 這個櫃買指數的部分 他今天還是沒辦法突破 那我們昨天說 直接抓252的話是突破 但是我覺得算了 不要那麼樂觀 那我們就直接 大概又看一下 大概254 253這個位置吧 反正就是整段一個 空間我們再度把他拉回來 不用那麼樂觀 反正他還沒有突破 所以說 我今天在那個IG限定上面 就講一句話 我說不要過兩萬點就太嗨 然後股票開始在亂買亂做 你就覺得過兩萬點 那個股市 股市長紅 然後就是一定會往上走之類的 然後開始亂買亂追高 你可能上禮拜可能停損 或上下禮拜停損了 那 就是你又開始在那邊 就是亂亂做這樣子 然後最後弄自己灰頭苦臉的 土臉才對 還是苦臉 苦臉也可以 那反正呢 在牛市的時候 如果說你是新手小白的話 真的是不要養成被套牢的習慣 然後 應該說不要養成被套牢 只想等著解套的這個習慣 然後有可能呢 你一輩子賺的積蓄 就在這地方all in進去了 OK一兩百萬 那就被套在高點 那之後如果來個修正 那你就被套在那個地方 那剛好呢 你運氣好啦 買到所謂的比如說台積電 聯發科 太大電什麼那些 全資股 你可能還有機會去解套 那或者說紅海 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的這家工作的時候有個前輩 他講說他年紀大概可能 我的一倍以上了吧 五至幾歲了吧 然後呢 他說以前有買這個紅海 不過 都沒有賣 就買一張 以前是聽人家買 買一張 基本上紅海現在已經 已經創了歷史新高嘛 那他光領這個席啦 他沒有賣掉光領這個席 應該領了大概20年有 我不知道領多久 反正也是賺回來啦 所以說 如果你剛好你買到的是 比較偏中長型個股 還有點市值存在 然後是偏全資股的話 你可能他的機會解套 那如果是剛好買到一些 可能小鬼股 小妖股的話 那就拜拜 你這個套著 有可能就永遠就被套著了 OK 那我們就稍微沒有演這個 就是目前的納子吧 昨天突破 然後目前是有點回撤往上 當然他突破這根沒有到非常的漂亮 不過 就還是 格局上還是 今天如果說直穩的話 就不錯啦 當然他可能向下又在跌 那這一根 其實目前 以格局來說 這條線有點像是我們台股的2萬點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像 如果說以這邊盤整 當然他天數什麼沒有去對 你這個盤整 這邊2萬點 然後呢 昨天突破 那今天的台股也是往下回撤 有點像啦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走一個 走一個同步 當然他如果跌破那瞬間 如果跌破2萬的話 當然是同步了 不過目前呢 以價格來說 他們拉出去又多200點 所以又有點不太想 就是今天並不是測量 2萬點這個地方 OK 那看一下什麼東西跟大家分享 OK那我們接下來看新聞 那新聞就兩則 然後呢 第一則這個新聞也是 今天市場上比較聚焦的一個 算是組群 那我們就 講的時候我們就來看 對那我們現在講這個 升息的部分 那昨天就有說 這個 就是 央行嘛 決定要申 申辦嘛 申辦嘛 那就是有些人開始要去計算啊 什麼房貸啊 然後 如果說是30年啊 然後去年不是還有這個 什麼 新 清安 什麼 貸款 是吧 應該沒有講錯吧 對然後 就是說 反正就是 要多繳錢 這樣子 那對於股市啊 我們就講股市好了 對股市有什麼影響 目前看起來我們還是用基礎結構去說吧 因為如果說我現在說升息 然後呢 就去 比如說 像這個嘛 匯率 說升息 昨天說升息 那不是應該要 這個 上漲嗎 沒有 今天持續扁 對那昨天有講到一個觀點嘛 我說呢 怎麼還有人會講說 這個匯率跟我們股市有關係 因為他打的內容是 今天台股過2萬點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匯率呢 也是走升 這個台幣升值 那應該是 穩的 他講應該是 應該沒有講應該說穩的 這樣子 但是呢 我會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看技術形 直接看他反轉的一個位置 看他反轉的位置的話 你會覺得說 目前的一個 就是看起來根本沒有所謂的一個 正向的一個關聯 這樣子 對所以你說 對於股市呢 如果說現在開始喊空 或許我在一兩個月之後 我正確了 真的 跌破了 真的下去了 有可能喊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 我還是先站在多方嘛 因為我滿少都是多單 所以 我還是覺得 就跟我 也回歸到我們之前分析的東西 就是不要理這東西 把他打他差 我不理他 那我們就直接看向 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去做一個分析 那看之後呢 會不會是正確 會不會是剛好呢 打到這一個 這個 外資的這個腳本 剛好完美的match OK那看一下吧 就我們的準總統 目前好像還是副總統 這個 在這個今天去參訪無人機 所以說今天的這一個 今天的 無人機是什麼 無人機是跟軍工有相關的 那今天的這個軍工的長勢就 特別特別的好 那我就有抓幾檔 抓五檔 那我們就稍微來做一下 簡短的分析啦 做一下簡短的分析 來看一下吧 OK 那看一下這個雷虎 那雷虎我不知道還有多少 人被套在這一根 然後 可能中間還有一些什麼 軍工斬的 我忘記什麼時間點 去年4月嗎 是去年4月嗎 還是哪時候 我忘記還是 10月11月 不曉得 反正 每次的反彈應該都有什麼故事 每次的反彈都有故事 那可能也很多人被套在裡面 那目前看起來 我會去關注 大概54塊這個位置 應該會是 底部在這邊打一個W 然後今天做一個突破 今天是掌金板 對那 所以這一根的人 我不知道他到底 勝不勝利啦 不曉得 因為 畢竟就是一個比較偏低檔 當然他也是已經越過了 這一個 長期的下方趨勢 那 有一些看結構會說 啊這個跌破了這個 大型的三角衰弱 那這邊要往下翻 然後這邊做空 那 我個人會認為 在台股裡面 在台股裡面 我覺得 你要去做空的一些部位 不如就拿去 買一些更低階的個股 我會覺得更加合理啦 買一些反轉的 保持說 原型要看空想空 但是呢 我會去 比如說我們就是找這種 已經可能 maybe有一些潛在的機會 然後去 做單啦 一些低檔反轉的 我覺得還是比較有機會一點 我個人想法是 那目前看起來 我會比較偏屬於說 等待在54塊 看有沒有指紋 日線結構的指紋 就是 差不多在一點到一點半的時候 如果說卡住在這個 支撐的時候再說 那上面其實應該 滿滿的一些壓力 這邊我就 不太想去畫 因為本來反彈股嘛 我們這邊就 隨便都畫出好幾條壓力 只不過 看在這個 要嘛 一 主力他壓在哪邊 二 真正套牢壓力 壓在哪邊 像是我們看這個爆大量這一根 肯定還是有一些人 但是 你看喔 你想一下 去年4月到現在 那他賣掉的這個 機會大不大 其實還是蠻大的 因為有可能他 賣掉之後他轉去做別的個股 那他可能 真的還能夠在其他的地方 真的又賺錢 他沒有必要一直被套 套不住的感覺 所以說你說 有時候去判斷一些套牢壓的話 如果說是近期的話 會比較明顯一點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的量超大 超大 可能就是 賺到這個地方可能就會反壓 那這是一個 非常自然的套牢壓 真的是主力要上去 但是就是有些賞物 就是覺得不行 他們也不會覺得不行 反正就是說 到達成本了 解套牢趕快賣掉 對套牢要這樣來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是這個地方會有些 壓力的存在 那我們看下一檔吧 那我就講五檔 那 因為我本身對於 軍工股 沒有 太多太多的興趣 可能真的會進場 可能就是進個 一檔 然後 可能還稍微判斷一下 他的位傑 如果說是那種非常低檔的個股的話 我還是會把機會留在偏電子類群 所以 對 反正我在那個會員貴股會找其他的 找其他的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就 夾去配吧 80 point 那這個 千負精密的部分 之前這一波上漲 其實有點被那個 設備股去拉抬 我個人認為 但其實之前有講一波 待會再跟大家講有一檔 那這邊是往上拉抬 然後最後跌破 那現在此時此刻 他又再度 在今天呢 順勢又有量打進來 然後做了一個 W底的 破底翻 破底翻 那目前個人 然後如果說 有經理破底翻的話 這裡 跟這裡 你 比如說好在這邊 假設這邊進場 然後呢 停損這邊合理的話 那 你就去做進場 那或者是 你要等待更加質問 那是在這地方做質問一點 再跟質問 那再說 對那再看自己個人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 策略和手法 這樣子啦 好 那看一下這個 全訓 全訓是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有沒有興趣 不過就是講出來 OK那全訓的部分是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那他比較能夠看得懂的 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是前面的這個 大家看一下 一個吧 兩個 三個 然後這邊突破 所以說大資產可能會壓 如果說真的回撤的話 可能回撤到這個地方 但是呢 這個地方我可能比較偏不看 我比較偏這一層 如果他真的有辦法來個大突破的話 我比較願意做在 190的一個突破回撤 因為 這一層雖然也OK啦 不過就是說 這裡到這裡 大概才12塊的一個價差 那變成說他的 拉出去的空間太小 拉出去的空間太小 那大家自己就 嘗嘗看吧 好啦我們看一下這個 漢翔 那漢翔也是 一個主體然後 非常底部啦 我覺得非常底部 就這樣子 他的部分呢 他其實之前有來到那個 這個算是 4月13號的底點 然後做質穩 那質穩過去之後呢 然後這個地方 這條線嘛 這條線呢 就這樣不斷的壓 壓 到這邊反彈 到這邊反彈 那最後壓破了 壓破他之後呢 在 算是這一天吧 這是禮拜二 他做一個破底翻 然後禮拜三又稍微往上漲 然後禮拜四往上走 那今天又順應著 剛好 我覺得剛好啦 然後就突破了 就是說現在呢 會等待這一層吧 等待這一層 但是呢 我剛剛有講 我剛剛有講說 如果說是近期的套牢壓的話 那 這邊 應該會是一個套牢壓 對那你就會計算 這裡到這裡 那 這個 銀歸比合不合理 你向下多少要停損 向上多少要做一個停力 對那當然我們停力 一定會想著 他這一次呢 在大直層做一個假突破 假跌破 那是否能夠 然後這個持續再持續往上漲 那我不曉得這件事情 到底準不準確 所以說我們在進場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一下 他有沒有辦法有什麼故事這樣子 OK那這個 我剛才原本要講一檔 我們講哪一檔 這一檔真的是 目前來說我覺得看起來最漂亮的 但是呢 他也相對來說他也沒機會 應該在這裡 軍攻幹線谷的 這個哪一檔 好這個 義騎啦 之前 這個有人在這邊問我啦 這邊問我 在這邊問我吧 那如果後面你有進場的話 哇 就有拉上去 這個不是我講 那後來呢 如果說你有看3月14號 3月14號的這一個 負盤的話 今天3月22號嘛 3月14號的負盤的話 我在這邊有講 然後說這邊是支撐 他如果說你這邊 一樣有去做參考的話 就拉上去 所以說其實負盤裡面有時候講的個股呢 就還是 有一些簡單的機會 那當然啦我們還是要必須利用 小虧損 然後呢 大盈利的方式去做 虧損呢 就這樣子 那盈利的部分 就是要拉出去 然後慢慢去賣 然後這邊就有機會到38% 當然一定不會賣到38%啦 你可能 差不多可能有20幾% 就不錯了啦 就不錯了 因為我們不能說 我們到這邊 然後就 我個人想法啦 因為我比較偏常見思維 那之後會不會改 我不曉得 反正我會覺得說 只要是牛市嘛 現在牛市 那個股都有機會長上去 搞不好 這一波反彈 然後真的又有機會在 過前高啊 什麼之類的 等等 我們今天這個就講到這裡好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支撐牛 那支撐牛其實 我們看一下這個 停利損的部分 我講了1.9 那我們看停利損的部分 那今天的部分呢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停利了一檔 真的是 停利第二次 他每天一直漲 一直漲 一直漲 東科KY 大家應該已經 快要遺忘他了 我賣過第二次 然後 應該說今天是第二次了 66.6 60% 還是不錯 那有點被洗出去的 再來是高際 高際是PCB 之前也是在 大概114 115時候 去做金廠 那今天有12.3% OK那瑞穎呢 就是在前幾天 高股息的 ETF裡面的成分股 有賣過一次 10%的時候賣過一次 那今天其實差不多 打下來到支撐處啦 我就把它給 砍掉了 我就把它給砍掉 對因為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講說 那個支撐其實我沒有到非常非常的確定嘛 所以我把它砍掉 OK我們再看一下 那高肌的部分 我們其實講過 蠻多次 這個 後面沒有寫復盤 就是我們丟進匯益個股 2月14 然後最近一期是3月6號丟進去 3月6號什麼時候 3月6號的話是在這一個嘛 然後說這邊是支撐 對那如果說你這邊是有鎖住的話 那之後呢 就讓進去 那我是在比較偏尾盤的地方賣 對那時候你們只要改到125 沒有我們還是放回到127好了 那今天差不多 剛好到達壓力啦 剛好到達壓力所以說去賣 不要說我賣的然後呢 真的是你又傻傻的在這個 壓力點去買進 那真的是 比較得不償失啊 就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要低接會比較好 OK那看一下這個東科吧 那東科的部分我自己個人是在 我在哪邊進場 我怎麼有點忘記啦 是在哪裡啊 我看的有點忘記 應該是在拉出去的地方 然後呢 66%嘛 我應該是賣 我賣在最低 賣在這個低點 所以說我這邊層門應該要高一點點 應該在這裡吧 差不多在這裡啦 那我就是在這邊進場 然後呢 賣兩次 第一次呢 就是賣在這邊的10% OK 那第二次就是現在 那你可以看到他 我每天都點開來看 哇靠每天呢 撐著五日軍圈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那今天其實也是撐住啦 但是我在盤中就被洗掉 因為他在盤中的時候就 在下面蠻久的 這段時間我把他賣掉 對啊你就說 在盤中賣掉 還是在尾盤賣 不是就是一個 大家都會問的問題嗎 其實並沒有答案 那我在盤中我看盤 那我就被洗掉 如果說我尾盤一點到一點 一點半再來看 我就覺得他有鎖住的軍圈 我幹嘛賣 明天呢搞不好有機會上漲 對啊那他算是 近期來說我算是抱得蠻舒服的一檔 就真的一直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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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檔其實是在什麼時候講的 好像很久沒有講喔 3月6號有講過一次 再來是 2月 2月14號是在這個中間 那應該沒機會 那我更早 更早 應該是1月6號 1月6號的時候包包包現在 1月6號應該在這邊 在這根上來 然後這根沒有站穩 沒有站穩下去之後 這邊作為破底翻之後 我應該是在1月25號附近做現場 應該是這樣子 沒錯啦 因為 拉起來怕數就在這裡嘛 然後再來呢 3月6號在這一根也是 在這一 這一根有機會 這兩根有機會啦 這兩根是有機會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 後來居上 如果說你有辦法的話 那應該是 這根突破嘛 這根回撤 漂亮 但是這根沒有跌破 但是你要 對應的是前面這裡 然後他沒跌破他都還是 在容許的一個範圍之內 OK那看他瑞儀 瑞儀的部分 那之前有講 我說 我在拉出去的這根有賣嘛 然後這根我沒有理他 然後後面就 最近就連跌嘛 那今天跌到支撐但是 那時候講說這個支撐 我不知道看這裡還是看這裡 所以我現在都把它刪掉 那有可能搞不好 又再跌到 166也15D 所以我就 就把他給砍掉了 3%啦 因為我的成本比較高一點 我買比較高一點 應該180左右吧 應該在這地方 我也忘記 OK那就來講最後的這個資金流吧 那其實很簡單講 因為我們主軸 大盤跟 軍工股都講完了 好那看一下這個高股息吧 那反正就是持續被出貨啦 反正我覺得跌到支撐還是機會 那如果說一些做頭的 就先緩緩 像是我們昨天有分析的這個辛普 他就真的不熟嘛 他就不熟 那不熟的話 那就給他去啦 那如果說他有再翻回來再說嘛 像我們那時候說嘛 這個466這個地方 然後他今天是有點跌下去 然後就有點往上抽 那當然我覺得有一點點關係是因為 就是今天都是一個通殺 通殺高股息啦 所以說他就是有點被賣下來 那 之後如果說 AEO再翻回去的話 或許也是機會 或許是機會 或者 今天掉下來還沒有打到你的停損 那就持續去做 就是放著這樣子啦 OK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其實下面沒有什麼特別啦 反正就是 今天的資金流 要往哪邊去守 那是在PCB的部分 然後IC通路呢 也是有 不知道有沒有人去 進場到這個封印 這個封印之前有講 再來比較強是在昨天講 這個 電線電燃啦 然後除能 對那再來我們剛才講的軍工 我今天比較強勢的 就是族群性的話 當然個別 也還是有個別的一個 走勢走出來 對那一樣 如果說 不知道怎麼選鼓的 那就歡迎加入這一個 我們的YT的頻道會員 那今天到這邊吧 那主要 我覺得現在的行情呢 還是機會啦 畢竟大盤就 還是再高一點嘛 所以我也不會說 這個地方就是 會往下要做空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上禮拜 如果是說你勇敢進場的話 其實 這禮拜應該算是蠻舒服的啦 那我自己個人就還是在 周一的時候最舒服 那現在 到像 今天昨天其實 那個績效都在那個地方滾動啊 當然有換一些個股 那些個股就是沒有 順應的大盤往上走 那當然其中的原因還是 貴買他沒有一個 明顯的突破 如果貴買有上去 那其實績效就不錯 所以說我們就一起期待 下禮拜的貴買 上去吧 OK那今天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下個影片 下個影片 還是 下個影片 下個月 下個影片 進來 下個影片 下個影片 下個影片